刚刚那个小屏提到那个就是把它关掉的部分 其实可以利用那个我们上次讲的就是 这边有一个在Friend后面加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叫做Add Window Listener 然后呢直接New一个Window Adapter 那Window Adapter后面会提到 这个Window Adapter是控制就是这个Window上面的一些 比如说缩小放大或者是关闭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利用在底下它有一个叫Window Closing 产生一个Window Event 1 那如果这个地方它关掉 比如说它关掉那个叉叉的时候呢 它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System.exit 0 那特别注意说这个地方假设你要用的话 你特别注意一定要放在这个 VoidMan里面 在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范围的程式呢 实际上有的时候可以用参考的地方 这些 你把它直接复制之后 假设我今天要用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就直接把它贴到另外一个程式里面的这个范围 那特别注意是在VoidMan里面 才会发生效果 你不能贴在别的地方 贴上去之后呢你执行 本来叉叉没有作用的 现在叉叉就可以关闭了 那其他当然还有别的 你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 用AdWindow Listener 这个方法去达到你要关闭的作用 那这部分当然我们后面还会再讲 就是说怎么去达到这个效果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要继续看 这个在18支 在Key 这个Key Listener 这个地方 在18支26页这里 首先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就是 这边 后面有Mouse Key 那当然输入的部分呢 我们也常用到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如果输入一些这个 如果你输入 那输入的时候会有三个方法 三个方法 那这个三个方法分别是 Key Place Key Release 跟Key Type 就是说有三个动作 那这三个动作呢 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呢 这部分呢 当然我们可以用程式 测试的方式就可以来做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的部分呢 这程式的部分呢 我先来看一下 像这个 这个范例体里面 其实相同的部分 我大概不用再说明 比较不同的地方点一下 这个也是在这个 继承 Frame 这个class继承 Frame之后的话呢 它implement是针对的 是Key的Listener 这个部分是改变的 再来底下呢 我们增加几个呢 Test Field 然后18就是 它有18 它理论上是18栏 那再来底下的这个Area 这个就是 前面是列 这边是栏 那一般所谓的栏是几个字 几个字 几个字圆 几个字圆 那这边当然它也是没有Score 没有Score 接下来的话 里面Man的部分 会比较有 差别的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增加一个Add Listener 那也是一样 把这个Frame当成是Listener 接下来底下就把这些 预设值 Test 这个 TX A TSA就指的是哪一个呢 TSA是Area 就是 这个区块里面 我把那个编起改成 不能编 不可编起 接下来的话 触发事件里面 我们加三个 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分别为 Key Place 这一个 第二个是 Key Release 跟 Key Type 那这三个方法呢 你会想说 那我们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输入完毕之后 这三个 我把它执行 当我按一个按键 T 好 1 R R Y 你会发现 这上面会有Key Place 那这个顺序的话呢 分别是什么呢 1 2 3 有没有 所以呢 它的顺序 我打一个字 打一个字之后 它会触发三个事件 那第一个事件的话 就Key Place Code 再来的话就是Type 再来就是Release 也就是说我先打一下的话 Key Place按下去 按一个按键 这个触发 按一个按键 按一个按键的时候呢 Key Place按下去 再来的话呢 字才会打上去 打上去之后呢 才是Release 所以呢 如果你要针对某一个 这个键盘的事件 做 这个动作的话呢 那你就 程式的话就把它写在 这个应该放的位置上面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可以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最后Key Place 第一个 当然这个地方 程式里面 第一个就是 我先把里面先清空 所以我按一下按键的时候呢 会先做清空的动作 清空的动作 然后呢 才去做这个Type 把字打上去 把字打上去 那最后的话呢 才是Release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想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部分 那 总共有三个方法 其实后面都是接Events的话呢 就是Key Events 都是Key Events 所以事件的名称呢 也不一样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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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